字幕志愣 字幕志愣 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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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指風車繪本故事劇長 我是機關槍哥哥 你不要這樣子嗎 等一下 大家好 我是周美墨 乃姬哥哥 嗨 你又在生氣 你真的很奇怪 你這麼愛生氣幹嗎 記不破了 喔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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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不跟你吵了 不跟你吵了 再見 還好嗎 她是誰啊 哼 就是我的那個犀牛好朋友啊 小西西啊 她上次去參加紫風車追風賽狗場 她輸了比賽 就那邊生氣氣氣噗噗 還在跟我鬧別扭耶 哎呦 你也替她想一下嘛 那個參加比賽輸了 心情一定會不好的啊 臭 不過你說那個紫風車的演出現場 真的很好玩耶 還有上次你推薦的那個 挪大鬧龍宮 真的好刺激 好感人 好好看喔 是不是 我推薦的好嗎 美墨推薦 避暑加作 你哪有避暑啊 你很活潑外相好不好 喂喂喂 你不要再跟我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我現在還在生氣氣氣噗噗噗 反正我現在就最討厭犀牛了啦 你不可以這樣以偏概全好不好 雖然小西西她有牛脾氣 但是我要跟你說 我們這個世界啊 可是因為犀牛而誕生的喔 蛤 就是今天要說的故事 顧迷雅 是嗎 那我們就聽故事囉 在很久很久以前 沒有天也沒有地 到處都飄著黑漆漆的雲霧 巨人顧迷雅和她的十二個孩子 立志要開天闢地 創造萬物 他們為了尋找建造天地材料 不停地奔波 有一天碰到了一隻大犀牛 顧迷雅就跟犀牛決鬥 拔下她的鼻做成天 挖下她的眼睛做成星星 把犀牛肉變成成塵土 把犀牛血變成河 犀牛毛變成各式各樣的花草植物 最後顧迷雅用犀牛的腦漿 揍著她自己的樣子 創造的人 哇 這個太殘忍了吧 你放心啦 這只是故事嘛 我們繼續往下看吧 好吧 好吧 可是天高高地掛在空中 沒有東西支撐 萬一掉下來怎麼辦 地低低地懸在地下 沒有東西拖著 翻過來要怎麼辦 顧迷雅就把犀牛的四條腿變成四根大柱子抵住了天 又抓了一隻大烏龜拖住了地 可是烏龜不喜歡被壓在底下 異形只想逃跑 只要他身子一動 大地就會震動起來 喔喔喔喔喔 地震啊 地震啊 拿手機 那不然被困住的時候 我就可以玩手機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乃姬哥哥 地震的時候 如果手機在你的身旁的話 你是可以戴著手機 但是困住的時候 不是可以玩遊戲 是可以求救 那如果家裡發生地震的時候呢 最重要的是要找一個堅固的家具躲在下面 或是拿枕頭啊 護著頭不能亂跑喔 那如果不在家裡 在戶外那該怎麼辦 喔喔喔 如果在戶外的話 我們可以到空曠的操場 或者是空曠的停車場啊 如果在學校的話 就要聽從老師的引導喔 記得要快速有秩序的離開教室 沒問題 我記住囉 那但是啊 這故事裡面的人 他們遇到了地震 那該怎麼辦啊 別擔心 因為如果烏龜動起來 發生地震的時候呢 顧民就會派金雞去看守它 喔 但是啊 有時候金雞太累了 不小心睡著了 這烏龜就會動起來 這時候 人類就會趕快撒米叫醒金雞 天穩地了 地也牢固了 天上出現美麗的雲彩 地上人們愉快地工作 顧民雅和孩子也開心地笑了 萬物也跟著一起歡呼 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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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民雅 謝謝你創造了天地 你是最偉大的人 天上的太陽師兄妹 聽到歡呼的聲音 沒有人很高興喔 他們非常的嫉妒 他們說 顧民雅 你要看清楚 這個誰 才是最偉大的 他們一起放出強大的光和熱 整個大地都沸騰地燃燒了起來 哈哈哈哈 燃燒吧 燃燒吧 最後 連最堅硬的岩石都開始融化了 動物們踩過去 就會落下腳印 咬呦 顧民雅非常的生氣 他對太陽師兄妹大叫 我 你們把大地搞得一團亂 如果不打掉你們 我就不算開天屁地的好汗 顧民雅到森林裡面砍下青皮樹做成功 用野藤搓成弦 又砍下劍除削成劍 他帶著弓箭走過滾燙的石頭地 游過沸騰沸的河流 他的汗像下雨般這樣流下來 腳底也被燙起了水泡 最後他終於爬到最高的那座山 顧民雅拉開弓搭上劍 對準一個太陽射過去 咻的一聲 射中一個太陽 太陽尖叫後就掉下谷底 咻咻咻咻咻 剩下的太陽更生氣了 他們就憤怒地發出強光和烈火 一起朝顧民雅進攻 顧民雅咬著牙繼續射箭 咻咻咻咻咻咻 太陽一個一個被射下山谷 最後剩下兩個太陽 他們看著兄弟姐妹被殺 哦 太怕急了 轉身就跑 顧民雅抽出最後一支劍 咻的一聲 咻 劍插過了一個太陽的身邊 嚇出他一聲冷汗 從此就失去了光和熱 變成了月亮 太陽和月亮逃走了 大地也失去了光明跟溫暖 變得黑暗又寒冷 人們啊 都只能把燈掛在牛角上 不然就會太黑 而不小心摔一隻哦 這樣的日子要怎麼過呢 所以顧民雅 決定要把太陽和月亮找回來 於是他派燕子去打聽他們的下落 顧民雅天天等著燕子飛回來 等了三年 燕子終於帶來了好消息 咻咻咻咻咻咻咻 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大石洞 太陽和月亮就躲在裡面 哦 真的嗎 咻咻 太好了 顧民雅趕快召集所有的動物來開會 大家決定去遙遠的東方 把太陽和月亮請回來 請太陽的隊伍啊 浩浩蕩蕩的就這樣出發啦 燕子在前面帶路 螢火蟲負責照明 聲音洪亮的攻擊 當領隊 但是顧民雅沒有去 因為太陽跟月亮很怕他 躲在石洞裡面的太陽和月亮 心中非常的害怕 他們擔心啊 一直躲 一直躲 會在石洞裡面餓死 可是出去呢 又會被顧民雅射死 正在焦急的時候啊 突然聽到外面 好像有草台的聲音耶 光明的太陽和美麗的月亮 快出來快出來 不行不行 我們非常害怕顧民雅 我們不會出去的 呃 正是顧民雅 請你們出來的 他不會傷害你們 月亮啊最後終於答應了 可是太陽還是不肯出來 公雞沒有辦法 只好對太陽說 呃 以後啊 我叫你你再出來 這樣子你就不會有危險啦 公雞一說完 他就砍了一段木頭 一半丟給太陽 一半放在自己的頭上 作為憑證 太陽啊才相信 答應出來囉 從此以後 公雞頭上多了一個大肉罐 每天早上 公雞都會在太陽出來以前 提叫 呃 呃 這就是今天說的 顧民雅 哦原來啊 這月亮跟公雞的機關 是這樣來的喔 很有趣吧 好好笑喔 聽完故事有沒有心情好一點啊 那是當然的啊 誰說的 挖在生氣 喂 小西西 你 你沒關係啦 不要這樣子吧 我早就原諒你了 沒有啊 我的口氣也不是很好啦 嘿嘿 好啦好啦 下次啊 去參加追風賽購場的時候 我會幫你加油啦 好不好 就這樣說定囉 哼哼哼哼 不要這樣 哼哼哼哼 哼哼哼 掰掰 戴基哥哥 你們和好啦 嘿嘿嘿 對啊對啊 哎呦 其實就像故事裡面的 月亮和太陽啊 雖然做錯事情了 但是啊 只要不要再犯同樣的錯 你看 你還是可以和大家成為朋友的啊 哦 對啊 小西西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那我有問題 請說 不是要問你 我是要問螢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犯過錯讓別人生氣 然後因為你的道歉 別人就原諒你的經驗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麼今天的指風車繪本故事劇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突然很好奇耶 小西西是犀牛 為什麼她會參加指風車追風賽狗場啊 哎呀 如果我帶你去看演出的話 你就會知道囉 沒問題 那我要再看一次 挪炸鬧龍宮 那有什麼問題 找我們趕快去看吧 走走走 挪炸鬧龍宮 看我的乾坤圈 哎呀又是乾坤圈 哎呀